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砧板的生菌数比马桶多了三倍 根据台湾的研究竟然还高达12倍 难怪最近大陆有媒体报道 有一家人完全没有癌症家族病史 竟然一个一个罹患了癌症 怀疑就是砧板惹的祸 另外厨房里面还有刀子 筷子 其实也是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难道这些我们赖以吃饭的家伙 竟然是我们导致生病的原因吗 我们要怎么样挑 怎么选 怎么清洁 才能确保健康呢 要健康就别走开哦 首先介绍现场来宾 食品检验专家何忠平 砧板最怕随便洗洗 发霉了全家吃下肚 教你挑选砧板的好技巧 林口唐根医院护理师谭敦慈 潮湿让厨房滋生细菌 挑对料理工具省钱又健康 国宴欲出雷一宗 不管在家煮后外食足 直接接触食材的砧板筷子 绝不能轻忽 家事达人陈颖茹 岁末年中厨房一定要大扫厨 教你清洁妙招 省时不费力 好疼人 可能想不到 我们用的砧板居然比马桶还脏 这真的是有研究的 我们来看 那个朝阳科技大学的陈耀宽博士 他研究显示 就是马桶最脏的部分有3000只细菌 但是使用两个月的砧板 就有43000只细菌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关于这方面的一个报道 砧板上切食材 在夜市随处都可以看得到 不过放大来看 这砧板不知用了多久 表面黑一层 旁边还有一点一点的发霉痕迹 要吃进肚子里的食物 放在这样的砧板上 让人真的很不安 如果你家里用的是 原木的砧板的话 通常一个地方发霉 你没有赶快处理的话 把它赶快弄干 它整个就会一直发霉 一直霉过来 像日本的细菌学会 他们就有统计过 本来他们采样 本来是有一千万个 大肠杆菌的地方 结果因为这样泡过一个小时以后 在夜市发现不到100个 不过只有一种情况 就算消毒也无法完全灭菌 就是砧板上刀痕太深 很容易藏无纳垢 提醒民众 不管是在家煮食 或者在外用餐 直接接触食材的砧板卫生 绝对不能轻忽 否则很容易将病菌 通通吃下肚 砧板的干净程度 真的要注意 不只在家里要注意 我觉得看起来外食更要注意 因为你不知道它在什么样的砧板 就要切了 所以为了了解那个砧板 到底是不是真的很有问题 我们把这个摄影棚里面 我们能够找到的砧板找了三块 这块是塑胶的 这两块是木板的 结果塑胶砧板的生菌素是840 检验专家这样还好吗 还好 但是表示上面还是有细菌 表示有细菌 我们这个都有洗干净的 对啊 这个看起来是最干净 结果它最高 2610 就是我们常常的木头 表面还蛮漂亮的 对啊 所以说细菌我们是看不见的 不是 不能以表面的看起来干净 这个木头砧板只有330 可是我觉得它看起来 反而好像是最脏 它也有很多的 刀痕又很明显 对没有错 所以说有时候 不要太相信我们的眼睛 真的 那可是我们也不能把那个砧板 都送去送宴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很关心 大陆的媒体最近报道 就是有 不是不止一个家庭 就是有两三个家庭 就是原来家族里面都没有癌症的历史 可是家族 就是这个家庭里面的人 一个一个的都得了癌症 所以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他们就怀疑说 会不会是砧板 来 谭老师你觉得呢 其实这个砧板很容易藏污纳购 没有错 其实我想在台湾会比其他地方严重 大概就是霉菌毒素 那霉菌毒素 这个伤肝脏症 这个一定的 而且它也是 黄菌毒素本来就是一级灾物质 所以你等像刚刚那个说 你已经看到它发霉的时候 那霉菌丝已经到里面了吗 其实那个就已经是要调态掉的东西 对 所以平常要清洗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借重大家的智慧 来帮大家做一个诊断 因为家家都有砧板 对 厨师更常用 对 当然 对 所以我们出外要健康的话 就靠厨师的选择砧板 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砧板的材质 其实非常重要 决定说到底好不好清洗 好不好保养 甚至说好不好去做一个 甚至料理 所以大家最注意的就是材质 来来来 那今天大家都有带自己的砧板来 我们从那个映如好了 映如你是家世达人 对 在你用什么砧板 我用的是竹的砧板 然后其实原因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就是我列出来 我主要会选它 第一个就是价格上面 我觉得它价格比较平实 多少钱 因为我这个其实 我是台湾做的 然后买大概五六百块 然后它有小的是那种切水果的 大概就是四五百块 那我的想法就是说 我不会想要买很贵 然后可能用个将近半年就把它换掉 常常换 对 宁愿常换 那另外它清洁还蛮容易的 其实就一般来说 其实像我都洗过 或者就是少一点点洗碗精 就可以洗得很干净 然后它还有一个好处 我觉得是还蛮快干 但是大家常会说竹子的容易发霉 是因为像我是买那种 猫字型的砧板架 跨在上面 它其实通风好 它其实就很快干 所以通风也很重要 对 通风好其实干 万一你跨在那里 家里不通风还是一样 对 其实因为我们家通风还不错 我就觉得它其实 不会像大家反映的 就是很容易发霉这件事情 好 来 我们的这个 对 玉竹 需要特别选择 像我选择的部分 我就会比较选择像这种 AVS那种材质 那AVS材质就是那种高密度素质 那这个材质来讲的话 它是比较容易怎么样 第一个它是比较容易清洁 然后它也比较耐切 然后抗菌呢 它其实也比较有那种抗菌的效果 因为发霉会有一些滋长细菌 通常都是切的时候那个切痕 是 霉菌的部分可能就会在切痕那边 来做一个滋长跟产生的 那这个不会有吗 这个不会有 对 因为它的密度 不会有切痕 不会 因为它的密度高 高密度 所以它在重切的部分 会比较耐切 但是你不要拿来剁 但是拿来剁的话 其实每一种沾板都多多少少 会去做一个损伤 其实AVS也是 是塑胶的一种吗 是塑胶的一种 也是塑胶 只是高密度的素质而已 没错 所以相对价格就高了 价格就高一点 所以那一块大概要多少钱 这一块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 大概要五千多块 要五千多块 对 它百万是中原器会比较便宜 那如果 那如果也是半年要换一块的话 那就很伤何报 对 谭老师 你选 我这个砧板已经用了十几年了 真的 对 因为这时候那时候是刚出来 那其实我选它的一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干净 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没有什么 不会有刀痕 不会有刀痕 可以那个有什么脏东西进去的 那其实我选这个还有一个原因 它就是没有任何颜色 因为我不大喜欢有颜色的东西 听说你有颜色恐惧症 对 我接触食物 只要看到颜色就会想到可能有毒素 或者是有重金属 我担心就是有一些东西 像我接触食物的都是越干净越好 不要有任何颜色 那我其实我的烹调都是很简单 这好切吗 我觉得切下去会不会有咯吱的声音 不大会 我觉得使用习惯的问题 我觉得是使用上的那个 因为我们家两个都是儿子 所以我不需要做那种很繁复的菜 我就该切块就切块 该切那个 那其实现在很多的 干脆也算用手撕 对 然后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机器 可以帮你一拉就碎掉的 你就不用再用这一个 所以就减少了剁的时间 对 我也蛮常用剪刀 我也是 我蛮常用剪刀 可是你只用一块吗 因为我 没有 我很多块 很多块 其实 都是玻璃 全部都是玻璃 对 我水果一个 然后生死一个 然后那个肉一个 我肉是单独的 因为我比较怕有长张东西 好 来 我们的检验专家 你一定对家里的时候 检验也要求很严格 你用什么 我用的话就是我们是最常见的 就是PP材质的塑胶的砧板 真的 为什么 到我的惊喜 我以为你一定很讲究 好 第一个 塑胶砧板 其实它是价格相对是便宜 是 相对低念 那另外是白色材质 假如上面有污染的话 我们比较容易看得到 那另外就是刚才说的 不伤刀刃 它也不伤刀 对 它可以吸收 假如说上面有刀痕的话 我们可以清洁 可以做消毒 那最重要就是 刚才谭老师有讲 就要分开来 所以我们至少有 两块的一个砧板 你搭一下 那我们用尺寸来区分 就是让食用的人可以知道 像我们这块大的是切生死 小的我们切熟死 日本有卖到一整组有很多颜色 我告诉你说肉有一个 而且那个颜色都好鲜艳结果 你看起来更可怕是 没有错 去区分你颜色本身就有危机 而且我们知道 像最近有验 就是验血迁 确证的是就是有一个小孩 9岁 他里面血迁含量过高 然后就查不出原因 其实他在看就发现有很多 鲜艳颜色的塑胶玩具 所以 很常见这样 我怀疑是这样 不过连砧板 也要有开板仪式 而且它使用上 要注意到很多美美嘎嘎 才不会让自己吃到很多戏剧 要注意些什么呢 待会告诉你